一平姐 妳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歌廳就不能唱啦 不然大肚子對不對 對 所以結果妳就做生意 做什麼生意 那時候剛好台中很流行的一種 番茄有沒有 切一切然後它用薑啊 我們在吃的 中南部的吃法 那個我是在台南 以南吃過的那個是台中的 台中的 台中的 它一開放是台中的 那個叫什麼 還有做甘麻味 甘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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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北夫人都沒聽過 也沒吃過 我有去台南做過秀 我常常叫來吃 很好吃 在市場裡 因為我爸爸媽媽做生意 然後他是賣早餐的 然後中午之後 他就把攤子燒了 晚上都沒有再做 那時候剛好我大肚子的時候 那個歌廳就說 那你要休息 我肚子那麼大 我說好 幾個月的時候 人家叫你休息 大概七八個月了吧 你也算高臉皮 七八個月還在唱 還要人家開口講 沒辦法要賺錢 要賺錢 第一也是危險 因為上台都穿那個高跟鞋 七八個月已經這樣子了 對啊 很大了 謝謝 人家觀眾沒有指指點點 也是這樣子 對啊 我們都這樣子 好啦 街秀 去跑行會 對啊 都這樣子 還在台上跳舞 對啊 我們都不可以耶 你做那個禮服 禮服你是做比較寬寬 韓國式那種 娃娃 妝 看不出來 對 我也是照跳啊 對啊 他是會跳 我是不敢跳 因為... 我就會跳啊 那時候是 因為那時候剛好說 就沒事嘛 怎麼辦 他說我爸爸媽媽說 要不然裡面做個生意吧 就叫我 阿嬤寫的那種 就去做這樣 我說要做什麼 我們公子是台中人嘛 台中他說 欸 台中喔 很流行這個 我們北部都沒有耶 我們可以先來做喔 咖啡米 對 我說好好好 然後就是 下去冰湯嘛 去買 以前不是像現在什麼冷凍庫什麼 都沒有 就放在外面 玻璃冰櫃 玻璃冰櫃 它不是冰櫃 它沒有冰 裡面沒有冰 我們剩冰的有沒有 剩冰的 想吃冰的就這樣子吃 那時候都要手搖 沒請就要雞 沒有這樣子 沒有 沒有 後來就是補一些番茄 你番茄不可能補幾顆嘛 你一定要補幾顆 幾顆嘛 我們就說這樣來 就媽媽拿著拿著 因為那個 我們那個地方 下午 我們那個攤子已經空很久 都沒有在做 晚上那邊也沒有什麼人 結果這樣走走走 幾天都買沒生理 都做沒生理 做差不多五、六天的時候 沒生理了 差不多都拿去了 差不多都拿去了 那要怎麼做 所以我就跟我爸媽媽講說 我不要做了 這要怎麼賣 這賣賣 你叫我怎麼過幾天 那時候台北人還不習慣吃這個 對啊 那時候還不習慣 剛開始大家有沒有說 你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對啊 都問的 他說這個怎麼吃 這樣 一天都做一個人家 兩個人家而已 你整個蛋糕在那裡 都很快就爛了 沒有賺錢又虧本 他也是要一些本錢 對啊 我就說不要做不要做了 不要做不要做 後來剛好有一個朋友 也是康樂隊的朋友 外場的康樂隊朋友 他剛好有一個團組要 煮那個 像路邊賣藥那一種的 有沒有 他一定要請 他那時候也是有樂隊 然後也要歌手 打電話叫我 來一秒 我都怎樣 要出來唱歌嗎 我大肚子要唱什麼歌 大肚子要站在台上 這樣 他嚇的是什麼 就比較邪門 就是你大肚子 你要在台上唱歌 你已經被告告了 對不對 意思是 就是說這樣 客人會比較過來 比較特別 對 客人會過來 那個大肚子在唱歌 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 我說這樣 老闆要唱嗎 這樣啦 他說買啦買啦 你來唱啦 這樣啦 他現在唱沒歌手 你來唱啦 一天也二十五的 上天的 一天兩百五 要唱幾首歌 差不多兩首歌而已 那很好啊 很好啊 對啊 我們就 我就跟 我老公就 我都不要載我去啊 就去唱了 唱到有一天 我說不能出門了 為什麼 我肚子太痛了 等一下主席 沒有聲音 就哭了 就沒出去了 結果 結果 我剛聽不懂 聽了一禮拜才生 還我減 我這樣不覺得 我減賺一禮拜 這樣就對了